挖一棵裸根苗 怎么挖 然后怎么种 这两棵是奥斯丁的 弗洛斯和尚的末房 这个龙舌兰太厉害 我这个就先把它修剪到鲁根苗的状态 就是比冬检会剪的更强力一点 就跟北方的冬检差不多吧 像这种冬检就比较简单 只要有强的剪刀 好 这样就剪好了 这个时候趁它冬检就比较好挖 这个还没空间 有空间更轻松 可以 断了 烫不到 吐咚了一点 太重了 还要再修剪一下 好 挖好 真的没地方操作也都还算好挖的 有地方操作两铲子就出来了 抖一抖 轻一点 这叫裸根苗 把这个土弄干净都没关系的 这个时候 不要紧 送给一个会员朋友 正好就在我们这边 过去20分钟 远的我也不去了 送给一个高级会员朋友 走了 出发 拐个弯就到了 今天还阴天 洛杉矶难得 天上天要么下雨 要么就大太阳 阴天还反倒是挺难得的 不行 这野油菜花 你看 我就说今年 今年开春早吧 这片野生花还挺漂亮 没有 我现场挖的 还带着手套 所以我就当时戴着手套挖的 这个刺太多了 奥斯丁的玫瑰刺真的多 是吗 我肯定要戴手套 我跟你说一下 好 这个就是你最喜欢的 想给你一颗我地栽的挖出来 然后这个 这个我断根的 但是你不要怕 我咔咔咔直接断掉了 但是你种的时候 其实和裸根苗 这个就是裸根苗的状态 你看超市买的裸根苗是 它土都基本扒干净了 然后用椰康什么 包一下一个简单的盒子 其实很多人不懂 就以为那个很营养 以为那个舍不得丢 其实那个就是保证根系的湿润 我刚买了两颗 其实拿回家一抖 然后就种下就行 那个别埋进去 好 然后像这种的就是 我这个土你就别打散了 反正我是家里弟弟的土 然后你不用担心你这样放 放两三天都死不掉的 真的 我回去尽量几块种上 千万别泡水 我不泡水 那我回家我反正挖很坑 然后还有一颗 我说你喜欢包子花 这颗就是我的 那个就是牡丹月脊 有印象吗 就是那个真灵感 哦 我知道了 我说我 我说我一直叫它牡丹月脊 对对我喜欢那种 哎没想到 它是描述叫牡丹月脊 它像牡丹 哦哦 货车来了 不过你车里啊 开点缝 开点缝 哎呦哎呦哎呦 勾上了 正好 刺太多了 你下午肯定要晒坏 如果说不不留缝 你四个窗都留点缝 不行的 我看待会如果要出太阳 我就把它拿 所以这些 因为我这您看没有叶片 我就是我那记码给弄的 但是没关系 记码反正春天没事的 像这种都会 你也不用特意掰 反正它都是牙点鼓鼓的 这种叶子都是去年的没关系 然后每一个牙点啊 它 你肥水足了阳光足啊 它都是花 而且可能一个牙点 龙沙的话会开三五个花 以后这里一片会开满的 然后就是说真的开始萌发的时候啊 你看到这些牙点 就像茶叶一样两片泡出来 绿茶两片泡出来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你就开始给水肥 然后水就不能干着了 就见到这样的状态啊 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生长季不能见到这样的状态 就冬天可以冬天没事 就生长季我是 就是如果想让它开的好 是不能这样子 明白明白 特别是对龙沙来说就是春天开花 起花包之前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它花包肯定少 而且时间如果有一两次过啊 其实它就受限了嘛 它它直接就牙点有些就会变成芒枝了 真的 对对对 像现在这些牙点很好 都很古的 真的 嗯 然后整个整个牵引一样 也不差的 还可以 真的太晒油不行 是 然后它变得特奇怪 你看看上去脏乎乎 其实它不是脏 它是有一点脏 但是 水垢 那是水垢啊 嗯 它就怎么都不清亮了 可奇怪了 你看像那个 是不是 这什么意思 哦 这个是那个 它应该是红蜘蛛吧 你看看 你百管 你冲它叶子啊 嗯 就这么有阳光的时候冲 嗯 差不多半个月 哦 就好了 但是好了呢 那这种不会恢复 哦 它也是新叶子 不会在这 哦 那就好 嗯 我是吃红蜘蛛哦 对 这种地方 你像这种 嗯 这种是那个 夏天的时候被红蜘蛛咬了以后 提前接疤了 有点类似 就是类似于疤痕嘛 对 但没关系 你牙点健康就行 没关系 都没关系 就这个就是 不是红蜘蛛 这个就是被祭马 你看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家那个就有点类似 哎 这种都是鸡马夏天咬的 哦 是这样的 鸡马是那个吸食的 像蚊子一样 实际上它是扎进去 有针扎进去吸枝叶的 哦 我就很紧张 然后它它就结疤了 而且它是密密麻麻 鸡马很厉害 很小看不见 但是它密密麻麻 这些全部受伤了就 我说正常的杆都是绿色的 而且鸡马不是在这么老的时候啃 它都是在嫩的时候啃 所以你夏天出笋就是很容易被那个啃 秋天很容易被啃 就是这一节 然后越长越啃 越长越啃 像你这个都是这一节正好肯定就是这一节是夏天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一节呢稍微凉快一点的长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是这样的 我有的时候我们家的花还被咬了一半 而且鸡马这个虫啊 它的那个就是 药呢是喷一下它就死了 但是呢 它的孵化周期太快了 卵是喷不死的 虫喷死了 然后你过两天卵里面又出来了 所以它要反复喷的 了解了解 就是我一般说鸡马 要么就别管它 省得抗药性用出来 但是一旦要用药就是最好是 15天或者20天内用三次 然后换药 甚至有些药是写着就是你喷了 管一个月管两个月都会写 但是也不要相信 反正我就是15天内喷三次 如果下过雨 反正天晴了再补一次 这样子才能就尽量减少抗药性 要不然的话两三年那个抗药性就用出来了 是是是 它迭代太快了 哎呀您这太专业了 像我们那个 今天喷一喷就像类似这个一样 在这块有一个特别粗的枝 然后上面又出来分枝 我到时候它很大了嘛对吧 它的直径很大了 那它怎么去弄到墙上去 朝这边长的离墙很远了 那我这只舍不舍弃 你如果弄不上去就舍弃掉 哎呀那太可惜了 那好粗 那可以等开完花舍弃 就早晚得舍弃 真的 因为粗没用啊 粗它不够长没有用 而且它要再长长 它要二级三级四条长长 实际上它是一棚了变成 变成一棚了 你反正今年开完春花再说 开完再把它剪掉 开完再剪掉 我的意思是 它就没法上墙了 对对对 以后你有的多的很 枝条多的很 我那个拍节目到时候 我周末我也要牵引了 我那颗 我繁殖出来的那颗都已经 像八爪鱼一样 都是枝条的 我那个就是小矮枝条 像这种我都剪光了 当时就夏天就剪光了 真的 但是你现在这个就不用剪了 反正要开花了 春天开花这些 龙砂是这样 这种小细枝条 别看小细 肥水足了这些地方都有花的 阳光好肥水足 那太好了 有的芒枝它都会反而 春天还有点花看是吧 这里你到时候开春的肥水保证 这里不错了 你这个平面都是花 真的吗 嗯 那太好了 这里已经很好看了 到时候开起来 就那两颗是红的 红的就不如不如这个粉色的 就朝向哪边是哪面 你这个阳光可能 那是难 那是难啊 那这里有个树 其实你在阳光还不太好 对有棵树的 不太好 这边是东 还那颗阳光好一点 当时 对没错 那颗太可惜了 别说了 说了简直都要哭了 嗯 太难过了 好那我走了 握手 谢谢谢谢 谢谢师傅 哈哈哈 哇这个山真大 哇这个山真大 还不太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